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徐一凡 一凡你好 一号委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在10月26日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 通报了有关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使用的伊朗无人机的情报 一凡 伊朗是帮助俄罗斯的 以色列又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以色列和伊朗又是敌对的状态 战争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个俄乌战争变成世界大战 这简洁的语言来回答的话就是有可能 但目前看来就是离世界大战的这个阶段还早 你刚才提到这个以色列总统这个赫尔佐格在 这个周三和拜登见面的时候通报了这个情报嘛 说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使用伊朗无人机 这个情报那个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 但是呢 其实就是其他的当事方都没有承认 就是伊朗也是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俄罗斯也否认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使用过伊朗的无人机 但是大家看这个这个势力的这个布置哈 这个布阵哈 伊朗和俄罗斯像你刚才说的 伊朗是帮助俄罗斯的 他一直是站在俄罗斯这边在这个勒乌战争的时候 然后呢 像以色列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 美国的盟友就不用说了哈 然后都是站在美国那边的 所以就是这个阵营还是相当的明显的 但是这个阵营也不光是这一件事情 就是作为类比你看之前关于这个南中国海 当时也是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联合发表声明 就是谴责中国 说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侵犯了其他的那个利益申索放 就那些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反正就是美国他等来这些政府 他走的就是这个盟友路线 他就是要建立这个美国的领导地位 以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为中心 然后他是号召所有的盟友大家团结起来 然后对付他心里所认为的 不能说敌人吧 但最起码就是像这种对手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他看在眼里不顺眼的国家 那这里面就有伊朗有朝鲜 那次一级的就是没有那么敌对 但也比较敌对的 有俄罗斯有中国等等等等 就是他走的就是这个团结盟友 来对付他不满意的国家的这个路线 他走的就是这个盟友路线 他也不会言这一点 像中国呢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就提出不结盟什么的 就是你别看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好 但你不能把他们称为盟友 因为中国他是不结盟的一个国家 他现在只能说是伙伴关系 像那个以之前中国方面的那个原话 说是合作无上线的伙伴关系 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算盟友 就像这次俄罗斯战争打起来以后 那如果作为盟友的话 那应该是帮着打的对吧 那最起码中国一直 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是在帮着俄罗斯说话 但最起码是一直没有参与这个战争 同时也没有最起码明着没有给俄罗斯什么援助 尤其是军事严重是完全没有给的 所以这不是这个盟友这个关系这一种 所以但美国他走的就是盟友路线 所以就是他这种分出阵营来 分出你们和我们 就是他惯用的一种手段 这种手段好不好呢 就也很难说 如果你完全是以美式的价值观来说 那有正义和邪恶的之分 好像他本来就该走这条路 咱们正义的人都团结起来 咱们民主国家都团结起来是吧 但是世界它现实世界它不是像那种 什么复仇者联盟之类的电影里一样 它是非黑即白的 就是一定是我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这样说哈 具体的问题我不讨论 但说到这个文物战争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种阵营化是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也包括其他各种这个因素的 就是影响吧 就是导致了现在世界分裂的这个状况 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离世界大战恐怕还早 就最起码美国它虽然帮助了乌克兰很多 然后谴责了俄罗斯很多 给乌克兰提供了很多的武器 甚至一些重兵器之类的 但是最起码一点 它没有直接的军事参与 而且是非常清晰的表明 美国不会去军事参与这个俄乌战争 然后不会去真的去出动军队 去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 所以就是离世界大战还是 就是从现在的阶段来看 那还早得很吧 就是 但这个早得很不是说时间上的早得很 就是世界大战这种东西 就是没有人准备好说 我们要打一场世界大战 最多有一些很有远见的人 或者预料到的人会说 现在的形势很紧张 是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 但是没有人会说 可能世界大战几个月内就会要打起来 不管是一战也好 二战也好 它就是突然打起来 它都是就是好像有一个导火索 然后就突然就打起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各个国家也真的是要保持警惕 就是不要做特别过分的事情 就像拜登他警告俄罗斯说 你不要使用脏弹 不要对这个乌克兰使用脏弹 就是提纯不是很纯的那种核武器 然后也不能使用其他的核武器 他这就等于是画了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画的我觉得并不过分 就是因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个应该是所有核大国负责任的这个态度 所以这个因为核武器 它的杀伤力实在太强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 却有这么多的核国家 明面上的核国家也好 暗地里的核国家也好 有那么多 所用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摧毁 好几十遍好几百遍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核不扩散也好 然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好 确实是核大国应当负起责任来的这个态度 那俄罗斯他就是曾经在这个战争初期 大吃一惊 本来说一下闪电战能打下来的 结果好久没有打下来 他曾经就是口不择言地透露过 可能要使用核武器 那最后不也很快就否认了吗 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 这个是非曲折 这个黑白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呢就是拜登 他给这个俄罗斯进行的这个警告呢 最起码就是他有没有资格画这个线 我不说 但他最起码就是画的这条线本身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些底线是在的 就如果这些底线突破了 比如说俄罗斯真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仅仅是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俄罗斯向乌克兰使用了这个核弹 那世界大战爆发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国的民主党自由派的议员呢 发表了联名的公开信 要求拜登政府直接和俄罗斯举行谈判 来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一凡谈判呢 就涉及了争取利益和放弃利益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谈判的话 乌克兰会照着美国谈好的条件去做吗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经常有人说 说这个俄乌战争啊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从国际的整个的版图上来看 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同时呢 美国的军火商也是希望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 对于这样的说法 一凡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话 首先呢 就是你刚才说到两个问题嘛 一个是这个民主党左翼代表的这个公开信 他们就是确实给拜登写了这么一封公开信 他们要求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直接举行谈判 然后协商寻找乌克兰可以接受的这个解决答案 然后还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的无耻的非法侵略 然后还说和平解决方案必须要得到乌克兰人的赞同 那幸好有最后补充的这一小点 和和平解决方案必须要获得乌克兰人的赞同 这还显得他们的这个提议 他们这封信不是那么荒谬 其实仔细想这封信真的是很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我们平时说这个天下是天下人管 它是一种就是一种态度吧 就是说就是有一些社会责任感等等 这是在个人之间的 那作为主权国家来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 不管谁对谁错实施侵略吧 你可以援助可以支援 就是哪怕你这个给他们这个装甲运兵系统 这种重型兵器的话 那也只是一种模糊地带 对吧 你到底在军事上面有没有参与去援助乌克兰 有没有直接就是这个参加这个战争 那这还可以讨论 但是你乌克兰他一个好好的主权国家 凭什么让美国去代表他和俄罗斯谈判 那这个世界警察这个味又出来了 这个其实不管是从就是跳出来看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就别过来看 就是会觉得一个主权国家 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 你美国你说难听话 你算老几啊 你出来弃人谈判 那你和平方案要解决乌克兰 要得到乌克兰人民的同意是不错 但是你又有什么资格去代表乌克兰人民呢 对吧 你美国政府能代表乌克兰人民吗 能不能代表美国人民 可能就是两党啊 还有党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派别 还在吵个不止不休啊 一直在吵 那你一个美国政府去代表乌克兰的人民 这说不通啊 这很荒谬 是从这个外人的角度来看 那从美国人民自己的角度来看 那也是吧 就是我的政府 你去代表别人的国家 那你是代表我的利益 还是代表他的利益 对吧 那从法理上来讲 如果美国人民的利益 和乌克兰人民的利益 产生了冲突 你是怎么样呢 你代表乌克兰的谈判 你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吗 那显然不合理 因为你就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政府啊 那如果你要是去 去牺牲乌克兰的利益 那更是了 你去代表人家谈判 又牺牲人家的利益 那人家凭什么让你代表人家谈判呀 是吧 就从这个很基本的逻辑一推进 就非常的荒谬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封信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我是非常赞成这个战争 尽快结束 然后美国去促进这一点 美国可以斡旋 但普尔西他不是在斡旋吗 甚至这个欧洲的国家 法国德国他们也颇有斡旋的拘意啊 对吧 虽然他们也在谴责俄罗斯 但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谈判能赶紧举行 然后他们是愿意提供这种便利的 那美国你可以去斡旋 可以去就是在当一个中间人去调刑 对吧 然后可以互相传话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你去做出这些就是能够促进和平 促进战争早日结束的事情来 但是你去代表一个主权国家 去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谈判 我觉得这个不可行 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很奇怪的 所以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左派 他经常就是这又是一个很个人的 这么一个说法了 我经常觉得他们会做出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一专情愿的事情 就是你去做某件事情 然后你去解救这个 你去解救那个 被你解救的真的 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你的解救吗 就是你的解救 究竟给他带来的 是他想要的吗 是符合他的利益的吗 我觉得这都要打个问号 人也好 动物也好 我觉得有很多反例在了 但是就是可能是出于好心 我们不说他出于选票 或者政治利益什么的 当然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但很多人 他可能也是出于正义感 出于好心 出于他们的一些信念 但是最近做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情 甚至是不是合法 这个我觉得都是要打个问号的 那对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战争 它就是 是不是符合美国金火商的利益呢 那不得不说 美国金火商它是大发奇才 那美国它支援的这些武器 它可不是白买的 对不对 它可不是白征求来的 它都是朝美国金火商买的 那绝对是使他们大专一笔 再怎么说呢 美国金火商它就是一切事业做大了以后 它都是有个格局在的 就是如果这个战争大到真的像你刚才说的 成为了一个世界大战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覆巢之下 应有完乱是吧 可能就是 比较高阶层的人 比较有钱的人 比较有权势的人 他们是最后倒霉的人 但是 没有一家 最后大家都是要倒霉的 就是真正到世界大战 生灵涂炭的这么一个 一个水准了 那这么一个规模了 那大家最后都是要倒霉的 所以就是金火商 可能也不希望这个金火 它卖 金火是卖的挺高兴 但它也不希望战火能够蔓延到 就是这么一个 大家无法控制的这么一个状况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 对于这种政府来说 他们很多就是这种大财团 包括金火商在内 包括什么步枪协会 这种非常有势力 这种协会之类的 这种代言人 就是不假 是没有错 但他们也有别的利益要考虑 就是 比如说 这个战争继续下去 然后这个油价一直很高 因为美国也想办法 就是 其他的办法 想降这个油价 就是现在看来是成功的 但看前景并不乐观 就是包括储备油 然后和沙特阿拉伯的谈判 等等 各个方面都不是很乐观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战争持续进行下去 下去的话 那油价还要涨 对吧 那油价还要涨 从美国国内来看 有可能就是 让这个通胀 更加的严重 这当然是不利于 民主党也好 拜登也好 来宣扬他们的政绩的 就长此以往 国民经济搞垮了 大家谁都不好过 对吧 从政党的角度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都不好过 然后从盟友的角度来说 从国际的角度来说 那俄罗斯的石油 它对美国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但对它欧洲盟友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欧洲的盟友 先说一下 就将度过一个非常寒冷 和漫长的冬天了 那美国它 不会优先考虑 就和自己的利益比起来 不会优先考虑 盟友的利益 第一个国家 它总归是考虑 自己的利益嘛 对吧 何况美国这样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如果真的油价高到 然后石油少到 把美国的欧洲盟友 拖垮了 这也是不符合 美国的利益的 不符合它在这个国际上的 这个权势的这个利益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军火商 它确实是很大的一方势力 但它的势力 就怎么说呢 大不过就是整体 这个最大的利益在 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在 所以就是这个战争 如果它还保持在这个范围内 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作为一个长期的 这么一个战争 这个延续下去 延续下比较长的时间 那本来大家还以为 这个战争一个星期就结束了 对吧 这都半年多了 那延长到一年两年 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个战争的规模 实在太大了 控制不住了 我觉得这个火 该救还是要救一下的 但到那个时候 能不能救得下来 我觉得也就很难说了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白宫的发言人 让林让皮埃尔 在10月24号被问到 拜登总统将会如何 和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进行互动 是说呢 拜登与习近平 作为领导人 已经进行了五次通话 至于两人 是否计划 在下个月的15号到16号 在印尼的巴厘岛 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 首次见面 他说目前无可奉告 一盘您觉得两国元首 会晤的可能性大吗 这个我还真的说不准 这个我一般人 我都会给一个 亲上于明确的答案 就比如说见面的可能性大 或者不见面的可能性大 但是呢 这次我还真的说不准 因为他两个 就见面和不见面 他都有 两方面都可能有理由 就是都有原因 都有因素 所以我真的是说不清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 稍微分析一下 见面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 就是他明确的问到 这个卡林 这个让皮尔问他 到底会不会见面 现在说 他说是无可奉告 但是在之前 所有的这个美国官员 在涉及到这个事情的说法 然后在美国学者 在这个预期 美中关系的发展的时候 都是就把这个 G20峰会期间 两国元首的见面 是当成一件 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 就是这个不知道 是在工作层面 还是在高层 类似于达成一句 什么样的嫌疑 还是就是美中关系 实在是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一个悬崖 这么一个状态 两国元首是要出手 来稳定一下了 但是就是 基本上大家对此 是持一个非常非常 基督的态度 就是认为 两国元首是会见面的 而且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有 这么笃定的一种看法呢 就是美中关系这件事情 在美国的政治周期里面 它向来是一个 就是作为政治资本 这么一个事情 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期以来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拜登 也继承了他对中国的 这个强硬政策 然后大家都觉得 这个强硬政策 特朗普的好多政策不合理 但这个对中国强硬 还是蛮合理的嘛 你看中国实力这么强 然后意图不明 马上就要超过我们了 很危险啊 等等等等 就是这是两党的一个共识 是白宫和国会的共识 所以对中国强硬 这个事情呢 它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 然后由于这个中期选举 那两党的各种候选人 包括两党的这个在国会的领导人 更是抵着对中国强硬 看谁对中国强硬 那你推台湾 那我就推这个芯片的限制法案 然后这个 你说要对中国强硬 那我觉得根本就应该把中国的公司 都锁出美国的市场 等等等等 就大家在走的是这个路线 你知道这种 美国的这个立保机构 国会议员 向来是比较极端 和比较夸张 他需要去吸引选民 需要去以一些极端的言论 引起人的助理 比较而言 他们是比较极端的 和政府相比 然后另一方面呢 中国的这种强硬 又是一个共识 就他们这么说 不会错 那我就更加说狠话好了 说越狠的话 就是好像选民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他这个很强硬 对吧 他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 可能会选我 所以他们就是 有点走这个路线 所以对这个政治周期 现在是中期选举 那大选之前更是 就对中国的强硬 就比得来的 比的是看谁说的很 这种态度 所以呢 到面G20峰会的时候 美国这边的一件 政治大事结束了 就是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了 那中国那边呢 二十大也结束了 也是一件政治大事件 也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 对吧 这个中国高层领导的 这个权力稳固了 是吧 然后美国的这个 不管怎么样 谁选举 选举什么结果 然后大家 谁服气不服气 但最起码 未来一年到两年内的 这个政治架构 也稳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中关系 这一对 不管就是 大家有什么 不同的观点 但是都同意 这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对 双边关系 究竟该向何处去 真的要开枪走火吗 真的要打仗吗 那美中打起仗来 那可真的是 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不是说像 恶物战争这样 我们还在说 会不会导致世界大战 那美中一开战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世界大战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国领导人 真的愿意 让两个国家 走向这样的方向吗 就是其他世界的 其他国家的 世界的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真的愿意 让世界格局陷入 世界局势陷入 这样就是 血与火的 这种状态之中吗 我相信 就是绝大部分的回答 就是绝大部分 国家的回答 应该是不想 不想这样的 对吧 拜登他也是这么说 那不是 不想和中国脱钩 然后不想和中国 这个爆发战争 对吧 要给美中关系 装上护栏 那中国更是 一直是说 中国对美国是善意的 是希望把中美 这个中美关系搞好的 那美国要接受 中国的善意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等等对吧 是在谴责没错 但是也一直是在 表达自己基本的态度 就是希望是把 这个中美关系搞好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件政治大事 又已经结束了 那是不是 两国元首 应该见一面 所以这个可能性 确实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 两国元首的意愿 也是强的 但为什么又说 非常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 究竟有这次见面呢 因为 最高元首的见面 不能谈崩的 因为谈崩就真的崩了 对吧 所以就是前期 他是要有一些 善意的积累 要有一些 很好的准备的 那准备的好不好呢 最起码现在来看 是不怎么好 这个二十大呢 发出的这种信号 对美中关系 还算是比较积极吧 对吧 在台湾问题上 在台湾问题上 也没有提出 所谓的时间表 也没有提出 这个新的行动之类的 但是美国这边 对中国的解读啊 还是 尤其是围绕 台湾问题方面 还是挺 就是有点这个敌意的 就是大会刚刚 就二十大 刚刚开的那个时候 美国的一个海军上将 海军的那个作战部长 曾经在智库 发表了一通讲话 然后刚刚闭幕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发表在一个媒体活动上 彭博社也举行的活动上 也发表了一通讲话 认真的谈了这个台湾问题 就是这个时间 肯定不是巧合 对吧 这种事情 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美国的高官 正好在二十大的前后 然后发表 关于台湾的看法 臭巧了 不可能 对吧 他们就是故意选 这个时间段 然后就是说这个 什么反对 三方面改变现状啊 在他们看来 是中国在改变现状 中国大陆在改变现状 然后包括就是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美国的基本利益啊 等等等等 那拜登呢 在前不久的时候 也不止一次的说 就是说是要武力保卫台湾 是吧 透露出这样的意思 明确的有这样的表达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以台湾问题为例哈 因为台湾问题 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核心利益的问题 是一个主权问题 是一个红线问题 是美共关系的基础 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然后再包括 再推远一点 那个美国的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访台 然后现在的众议院的 这个少数党领袖 我觉得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 他自己说 如果共和党中期选举 取得胜利以后 就是控制了众议院以后 他也要访问台湾 然后佩洛西访台以后 已经好几批 美国的议员 去访问台湾了 就台湾问题 被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很明显 就是美国是在台湾问题上 是动了中国的底线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 然后还就是 两国元首去见面 就是这种基础 就是有点不存在了 这个感觉 就是好像 我最看重的这一点 因为之前 就你刚才也提到 就两国元首通话 好多次了 那之前的几次通话里面 这个台湾问题 就关于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叫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叫一个中国原则 咱们战略模糊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中国 那中方是一直在强调 这个问题的 结果你老在这个问题上 试试探探 然后采一采线 然后试试看 中国会不会生气 然后中国生气 我就说你反应过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国元首怎么见面 对吧 见面谈什么 这个底线不存在了 你怎么去谈 是吧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有可能不见面 所以其他的方面 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那个芯片反案等等 就是拜登很明显的是 在国际上 尤其是对中国 走这个强硬路线 在这个技术上面 甚至在经济角度 在寻求与中国脱钩 嘴上说不脱钩 行动上处都在脱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见面真的可以谈吗 谈了真的是有价值的吗 所以这个中方 肯定也会考虑 那美方当然 可能也会考虑 所以会不会不见面呢 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两方面的原因 都分析过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现在真的是一个 无解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在有一点就是 现在的美国中期选举 还没有再举行 像我们刚才说的 美国的政治周期 在到这个重要的 大的选举前面 中国总是被他们 拿来说事 拿来当筹码的 而且这么多年 就是越接近于现在 这个越喜欢拿中国说事 因为中国的实力增强了 和美国 它是一个 就是越来越走向 这个势经利益 当现在还没有 但越来越走向 势经利益 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像在国内政治 在吵来吵去围绕的选举 在激烈竞争的时候 那拿外国说事 拿外部的事情说事 有一个假想题 那不是一个很顺理成章 顺水推舟的事情吗 所以呢 就是 就是中期选举前 就是可能强硬的言论 强硬的行动还会有 那结束以后 那结束以后 会不会稍微好一些 会不会有所缓和 美方会不会就是 开出一些优惠的条件 来促成这次元首峰会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希望是这种乐观的结果吧 好的 谢谢一凡 那么以上的就是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好的 谢谢伟然 谢谢听众朋友们 再见 谢谢